眼下中国女排已经结束亚运会的争夺,接下来将会备战11月4号开始的全国超级女排联赛。 在这期间,中国女排发生三个重磅消息,和各位球迷详细了解一下。 首先第一个消息分享一下朱婷·刘洋新赛季遭遇首败的情况。 就在最近,一家女排联赛第三轮焦点战迎来斯坦迪奇迎战米兰的比赛。 这一次比赛,朱婷所在的斯坦迪奇身处客场并不占据优势。 最终非常遗憾,2比3输给上的赛季的亚军球队米兰女排,无缘夺得胜利。 这场比赛,本身双方实力都很强大,之所以说是暴冷,是因为本场比赛,朱婷的发挥不是特别出色,对比对方的王牌主攻朱婷的表现重归重矩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间接导致斯坦迪奇女排俱乐部的发挥不如预期,最终非常遗憾输掉比赛。 从这一点来看得出来,朱婷如今的状态都还没有恢复到最佳,之前一直叫喊着让朱婷回归中国女排的那些球迷,现在应该看清楚现实了。 对于朱婷来说,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康复她的身体,到明年可能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回归中国女排。 第二个消息,分享一下张长宁复出做意外决定的情况。 众所周知,最近张长宁已经确定将要复出,出战新赛季全国超级女排联赛代表江苏女排作战。 与此同时,随着她确定复出之后,很多球迷肯定非常期待宝宝能够早日回归中国女排。 就在最近,张长宁做了一个让很多球迷意外而且感动的决定,她把自己留了很久的一头长发,直接剪掉削发明智。 宝宝通过这样的行为告诉球迷,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在新赛季好好打,这一点无疑让球迷看到她的决心和恒心以及态度。 有理由相信,有如此坚决态度的张长宁接下来肯定能够在新的赛季打出好的表现,相信凭借她的坚强意志和必胜的决心,接下来有好的身体回归中国女排,助力中国女排在明年的国际大赛取得更好的成绩,拿到奥运会的门票。 最后的消息,分享一下李盈盈伤病更新的情况。 就在最近,随着全国超级女排联赛越来越近,天津女排和北京女排在近期参加了一场公益表演赛。 在这次表演赛中,李盈盈意外现身,穿着队服和队友一起为上场的其他队友加油,不过让很多球迷非常遗憾的是,李盈盈并没有上场比赛。 很多球迷还百思不得其解,实际上这个细节已经侧面体现出李盈盈的身体不是很舒服,此前的伤病到现在都还没有好过来。 在之前结束押运会的征战之后,李盈盈一直表示自己的膝盖包括手指都有伤病,膝盖甚至痛得非常难受。 如此看来,李盈盈这段时间依旧还处于养伤阶段,新赛季的首场比赛她肯定是不能出战的,后续估计还得缺席一段时间。 所以,李盈盈并没有上场比赛她肯定是不能出战的,后续伤阶段。